哈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佳妮 我會PO有關於服裝彩妝以及空姐類的一些影片 如果這是你們第一次來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頻道以及開箱鈴鐺喔 帶你們長期回來的話 歡迎回來囉 今天佳妮要帶來一個 開箱影片 我已經很久沒有做開箱 因為我很久沒買東西 I mean this is like a legit 開箱 OK This isn't just a Amazon Package 雖然我的Amazon Package我都也很 蠻開心開箱的 but這個是 我太開心的一個開箱了 Obviously from the title 你們知道我今天要開箱就是我的 新的戰利品 from Rome 所以我昨天才從羅馬回來 我好累 OK Honestly 我唯一能就是describe我這個trip 就是很充實 然後很興奮 然後也很累 but我非常開心 我有這個機會去 因為我們的班機去羅馬 不是一整年都有的 我們是只有seasonal 所以大實上只有夏天的時候才會飛到羅馬 然後我這次就非常幸運抓到這個班機 我完全太開心了 然後就一定要把這個時間 就是很充實的出去 因為我們在那邊的停留時間不是說很長 只有一天24小時 然後當然你必須要睡覺嘛 所以我早上就出去 大量出去看一些經典 然後當然我覺得一天真的不夠 因為真的很熱 然後很累 然後去的地方都是要走路的 所以我只選了一些比較經典的景點去 所以我真的非常開心 但是 當然你去羅馬 你當然要買個東西回來當戰利品嘛 不是嗎 然後當然你會覺得說 嗯 maybe pasta maybe some 紅酒 但是嘉寧呢 他的戰利品是 這一位 你知道很好笑的事情 是我抓到這個班機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想說我要去逛街 I don't know what I was thinking 超不像我的 我第一件事應該通常想到你去Italy 一定是去買東西嘛 No 我完全只是就是 只想到說去看景點 因為羅馬真的是太historic的一個地方了 所以我完全 我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去買東西 尤其精品 所以我就是 直到在飛機上面有時候說 欸不對啊 我要去Italy耶 Hello 我當然是要逛精品店啊 What am I thinking 所以我就 當然 除此 除了去看景點 我也 就是留了一些時間 給我自己去逛街 然後 我不得不說 我只有去這一家精品店 我只有去Chanel 因為我買完這個包包 想說 嗯沒錢了 要回去厚照了 那種感覺 所以我非常開心 當然我先說我進去Chanel 我只是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如果他們沒有 有我要的包包的話 我就不買 我不會因為我在意大利就是需要買東西 然後 我當初進去的時候 我是想要找那個 2.55的mini size 然後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這家店 沒有一點 一顆mini的包包都沒有 然後我就有點沮喪 我說 好吧 那我再看一下好了 他說 可是我有這個包包 在small size 你要看嗎 我說 好吧 那就看一下好了 然後 他給我看的時候 我說 這是唯一個對不對 他說對唯一個 我說好 包起來 完全 二話不說 剛剛講了說 沒有這個包包的話 我們就走了 完全那句話 Out the door 整個就 so yeah I'm very excited so anyways it's a very long intro 不過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的開箱就是這位 um yes again我剛剛講了 我本來沒有打算買東西的 所以我買到這個包包 我是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我這一次去Rome 真的是很幸運 so yeah I'm very excited but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我的 classic flap in the small size and it's beautiful ok it's beautiful 然後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不想要買任何的 尤其chanel的包包 我就是想要先 累積一些classic的 我再去 如果我多餘的錢的話 我再去買一些 比較trendy的 pieces 所以他們有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是二話不說 我說我一定要買它 因為能找到這一顆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畢竟就是classic 然後 所以他跟我講 他有的時候我就說 我一定要它啦 當然 What the heck Hello 這二話 這根本就不用 就大腦響 我當然就知道我要把它買回家了 so yes today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my chanel classic flap in the small with gold hardware 所以它是金扣 然後它又是caviar leather it's just beautiful anyways I don't need to say anymore 我們就直接進入開箱吧 因為你只要開箱 你就可以 你知道理解我當初 看到它的那個心情 跟那個興奮 跟覺得 yes 我賺到了那種感覺 but yes 我還特地把這個盒子扛回來 你知道超難的 Oh my god 我那時候打包行李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辦 我可以把衣服留在這邊沒關係 包包不能留在那邊 but yes here is the box 所以它裡面這個包裝紙 有一點mess up了 因為我那時候打包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要去tax refund那邊 你必須要把包包拿出來給他們看 所以我自己有一點小小的 已經類似把它從盒子拿出來了 可是裡面的包裝紙 我都還留著這樣子 so yeah 就是它了 從防塵袋拿出來 從防塵袋拿出來的時候 ok so現在外表就這樣子 you know 先給你們小小的sneak peek 然後 然後 再把這個 foil 不知道很小心你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 這些 wrapping paper fishing paper 我要留著幹嘛 I have no idea but 怎麼樣都是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女的就是 那邊的我覺得 sales associate 真的人太好了 所以它就是 很懂女生的心 然後 完全就是 你知道 想要跟我做好朋友 不是啦 我想跟他做好朋友 Anyways 這就是 這就是 我新的 Chanel classic flap with the gold hardware oh my goodness 太美了 然後我把這個扣子解開的時候 它裡面的這個紙 我順便也把它拿出來 它裡面就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它當然就是 他們classic flap 都是有double flap 在這邊打開 裡面就長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美 come on God 這個包包真的太美了 它一旦拿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完全就是眼睛亮起來 我想說 這不是傳說中的 small classic flap bag嗎 It's here 這好像看到 那種unicorn的感覺 獨角獸的感覺 因為你真的常常去Chanel的話 你都會說 我想要這個包包 他們就說 不好意思已經買完了 因為它就是太經典的款式 然後又這麼的美 當然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想要 先入手這種 比較classic的 Like myself 你都會想要先 入手classic的包包 所以你真的要去店裡面找到的時候 真的都很困難 所以它說它有的時候 我真的是 完全不能想像 它真的是 有 然後我還可以 帶回家 So yes 這個就是 my new Chanel small classic flap with the grained leather 然後 gold hardware 很美吧 我把它的鏈子拉出來好了 我喜歡它的鏈子 因為它不會太長 因為我畢竟 我才5 foot 3 所以 我不算很高 所以我就是不希望 我的包包的那個鏈子會太長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會看起來有點 你知道喔 比例有點怪怪的 所以 所以 他們的classic flap 你可以鞋背 然後你看 它的鏈子就是這樣 這麼長 給你們看 應該這樣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覺得這個size 跟這個鏈子的尺寸 非常的搭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當成這種 shoulder bag like bag you know it's just beautiful it is so fucking beautiful I can't even fucking handle it man 太美了 是不是 ok 好 現在給你們看裡面好了 so again 它就是這種dual flap的 後面這邊 你可以放點東西 I don't know what but you can 然後裡面的話 它裡面就長得像這樣子 我把這個包裝紙順便拿出來 ok so我回來了 我剛剛有一點minor the panic attack 因為我真的太 我當然都會去關注Chanel嘛 就像 可是我沒有說常常關注 因為 I'm always working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他們已經 get rid of 他們的authenticity card 所以以往以前你買Chanel的時候 它會跟來一個小小的卡 然後就跟你的serial number 你的包包的serial number 完全一模一樣 這樣你才就是證明這是真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轉手 賣掉的話 我覺得很多人想要買 二手包包通常也會想要看到那個authenticity card 所以我剛剛在看包包的時候 因為我完全沒有開箱在意大利啊 我想說我那張卡咧 完了 他們是不是忘了給我 你知道我滿腦子已經開始 go down這個rabbit hole 然後我就剛剛做了research if you guys didn't know like me Chanel跟很多精明品牌 已經get rid of 他們的authenticity card 然後反而變成說他們包包裡面會放一個nanochip 然後那個chip就會跟來那個serial number 然後這樣子你就可以authenticicate 你這個包包是真的 OK 所以現在我們回到這個開箱的主題 回到這個開箱的主題 Anyways 所以打開裡面 它就是有這個dual flap 前面這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flap 通常都會有它的Chanel logo 跟下面會寫 Made in France 或者是Wherever it's made in 然後裡面打開的時候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空空的包包 然後它的chip就是在裡面這個下面這裡 這個金色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nanochip and that's how you authenticate你的這個包包 然後那個chip裡面就會有跟來你的serial number 所以我這次去買的時候 我就覺得蠻可愛的 因為它就說我們可以完全就是register你這個包包 我說喔好啊 反正我人在這裡了 然後它就會給你個QR code 你打進去 然後你就把你這個包包的serial number 會在你的那個手續方面 還會跟來你的這個 它會給你這個小小packet 然後裡面也會有你的那個serial number 你只要把那個scan那個QR code 你把你的名字打進去 跟這個serial number 你就可以register它 然後就會有五年的warranty 無論如何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退還是壞掉的話 你可以直接帶回去 Any Chanel store 你就可以去維修這樣子 so that's how they're doing it now so yeah Woo Oh my god 我剛剛真的是差一點點的 你知道心臟病發作 我想說我不行 我要立馬打給去羅馬的Chanel Where is my card? but yeah 不覺得這個包包真的是太美了嗎 給你們近看一下 而且我這次就想要買這種green leather 因為我第一個Chanel就是普通的這種calf skin 然後我覺得我很喜歡它 我完全沒有後悔買它 可是有這種green leather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耐帶 然後如果真的 God forbid 有任何的刮痕的話 不會那麼的明顯 所以就是真的是比較 一個durable的包包 so yeah I just love it so much 這個包包真的是太美了 你聞它還有那種皮的味道 你知道嗎 好像就皮的香味 and yeah I'm so happy 我真的是 他跟我講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真的太開心了 我覺得 這個帶去宴會啊 或者是出去逛街啊 都我覺得非常好看 非常耐帶 你真的是 it's just it's so beautiful Oh my god I'm so happy I'm so so happy 太開心了 yeah 我這次 我覺得買這次Chanel的 actually我每一次 進去Chanel買東西的經驗 都非常非常好 這次的Sales Associates she was just so amazing 她真的 因為我當初進去 like I said 我只是想要找那個 mini 2.55 然後他們沒有的時候 她就說sorry 我們這家就是 一顆mini包都沒有 我說蛤 她就說我有一顆 可是她給我看的時候 完全就是很美 Don't get me wrong 非常美的一個包包 但是我知道 不符合我 然後我不會花那個錢 去買一個包包 我知道我不會帶的 它就是一個 mini flat bag 然後是這種 plum 紫色 很美 可是是silver hardware 然後我不會想要買一個Chanel 在意大利去買一個Chanel 所以她看到我就有一點沮喪的時候 或是有一點失望的時候 她就說那我有另外一個 flat bag 是小的 你要看嗎 我說 喔好吧 然後我說是黑色的嗎 她說對黑色的 我說OK好 那我看一下好了 然後她拿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 就是 完全亮起來 太開心了 I just had such an amazing experience Chanel in Rome I totally recommend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去買包包的話 I totally recommend 那家Chanel boutique It's amazing But yeah I had such a good time in Rome 我覺得我這次去Rome 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然後讓我會想要回去第二次 因為我知道有太多景點我沒看到了 所以我這次就非常珍惜 雖然回來的路程有一點點的 你知道遇到一些狀況 可是 我還是非常開心 我這次 今年有這個機會去 然後 我不得不說這次去也感覺還蠻好的 因為人沒有那麼多 雖然現在已經 是夏天的尾聲了 所以大家應該都是已經回美國了嘛 或者是回家了 因為要開學了 怎樣的 所以我這次去就感覺還蠻不錯 因為真的沒有說那麼多人 雖然景點還是會看到很多很多人 可是我覺得跟真的夏天去的時候會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有想要打算去Rome 這個念頭的話 我會非常建議 是這個時候去 因為真的人會比較少 而且不會那麼熱 我聽說夏天會熱到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去看任何集點你都會 就是都是大量流汗的在拍照 所以 I'm so happy 這次的經驗 然後又買了這個 非常美的戰利品回來 這給你們看一下 Come on 這個戰利品是不是太美了 這是like the best戰利品 from Rome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祝大家一個美好新的禮拜 下次見囉 Bye By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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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